歡迎 高雄 雖然是冬令時節 可是南國真的就還是 和夏天的天氣一樣 這麼地和虛 這麼地熱情 來到高雄旅行 除了可以享受非常棒的氣候之外 我覺得高雄捷運 確實也是一個旅行的好幫手 不過大部分的人搭乘高雄捷運 可能會是比較在市中心 觀光區 但我現在來到的是大寮站 它是高階 局限的終點站 會在稍微有點邊垂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旅行 不會想到這一站 也有很多人會認為 大寮站的印象就是工業區 事實上這裡有很多 濃漁職人的小故事 我相信如果找對帶路人的話 應該會有非常多的發現 所以我在做旅行計畫的時候 就把這一站 還有這個區域 也納入我的旅行清單當中了 看看這次會有什麼樣新鮮事呢 翻起來 對 有了 對 很飽滿 塞很簡單 難的是移動 跟不摔跤 對 才是難的地方 好 花生我知道有很多是 電腦筋的 沒有想到紅豆也要電腦筋 筋標 人工 還要再筋一次 龍舌蘭一般大概都是80年 它最大可以到六 七個人 手牽手圍起來 那不就是神木的概念嗎 差不多 對 圍神木我們也是 神木界的龍舌蘭這樣子 對 好大隻喔 我的天啊 對 天啊 它不會咬人 你看它的腿 超級有力 所以這一看就覺得肉一定很多 對 肉都很飽滿 初來乍到大寮 一定要找當地的帶路人來認識 這一塊地方 其實在大寮有一點點不起眼 就算是經過 也有可能會錯過 但是我知道因為大寮早期的時候 磚窯業是非常地發達 所以一定要先來認識一下 這個被定為歷史建築的磚窯業 你好 你好 我有跟妳約 你好 現在來到我們大寮的工藝磚窯 先跟妳介紹一下 我們兩位要介紹的人 這個是我們 愛家瑜協會的春會理事長 你好 李大哥好 你好 後面是我們現在 工藝磚窯的持有人之一 他是我們蕭大哥 蕭大哥 你好 所以這是妳家的素材 對 有 早是 爸爸就是組織 就是磚窯的主人就對了 現在還是擁有磚窯這個產業的 對 所以李大哥 這個磚窯業其實在大寮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以往發展興盛 而且也造就當地經濟的要點 對不對 沒錯 因為大寮其實是一個 以高雄 原來原高雄縣來講 它其實是一個很重要 生產磚的一個重要發展的地 但這個有牽涉到地緣的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 製磚它要有黏土 這邊其實是一個 生產黏土的地方 所以就會 我們通常都會就地取材 所以就自然而來 在這邊就發展出來 但大寮 磚窯它其實有非常非常多座 它目前能夠正式被保留下來的 就只有兩座 而且這兩座我們都已經變成 剛好適合意識建築 所以以往很多很多座的意思 是指遍幾大寮的各個區域 對 沒錯 後來慢慢沒有再使用 就是因為磚的需求度降低了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建築的工法 鋼筋水泥了 不然我鋼筋水泥或鋼筋 所以磚的部分其實都是變成 不是當它主建築 而是拿來做所謂隔間專用 所以自然而然就被淘汰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知道工的錢越來越高 所以它就已經不符合 目前現在這個時代 所以自然而然就慢慢退出這個市場 我知道窯好像有分成很多不同的 很多不同的樣子跟設計 對 我們現在這一座磚藥 俗稱叫八卦藥 八卦藥 正式名稱其實是霍不亂藥 我們以藥體來看 它是比較具有所謂機械化生產 就是能夠大量量產的一種藥 我們這種藥體它是屬於一個 U型的狀態下 就像我們那個跑道 400公尺的田徑跑道 它是它可以一層一層的 所以它就可以讓 利用所謂機械式的原理 讓可以一直365天一直循環 在裡面再燃燒 我們以經濟規模跟量產性來講 就會以這種方式使用 八卦藥比較好的 所以蕭大哥你小時候 都在這邊跑來跑去玩 對 不會危險嗎 藥不會說很熱或者是 習慣就好 你有跟爸爸學說怎麼 以前在裡面 我們進去 那個磚燒好了以後 我們進去要拉出來 都帶著朵粒 進去就啪大了這樣子 進去差不多幾分鐘就跑出來了 很辛苦 因為在窯廠的話 應該就是要 本身高雄的天氣 就已經非常地炎熱了 然後又在窯廠工作 應該是悶熱到不行 因為早期它是很靠人工 對 現在的是手軌道士 所以就輕鬆了 大寮因為土質的關係 窯業發展相當早 雖然因為建材改變 環保意識等原因 讓傳統窯廠陸續停業 但仍是周邊居民重要的記憶 共益八卦窯下層的窯燒空間 雖然有不少崩塌 等待修復 但復古紅磚加上榮鼠植物附身 也意外成為網美 頹廢風的打卡店 甚至很多人會專程來拍攝灰沙呢 雖然現在窯廠 還是需要一些復蘇跟修建 才能夠比較了解它以往的 在營運的狀態 不過我覺得來認識窯廠 也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大寮這個工業區 其實它的工業很發達 我們也等於是認識了 它的工業企家的某一種源頭 對不對 對啊 其實大寮除了工業之外 我們也是有非常棒的農業職能 真的嗎 對 那我們現在就帶你來去看 厲害的菱角農夫 菱角 所以大寮的菱角也是相當有名的 對 沒錯 OK 好 那是不是要繼續當我的帶路人了 是的 小大哥 謝謝你 謝謝你分享你的窯廠給我們 我要繼續大寮的旅行 李大哥 謝謝 好 謝謝 不是 司祠 你說我們要來認識大寮的菱角 不是到田邊 來到 修車場 這樣有走對嗎 有 現在看起來像是修車場沒錯 你跟著我進去看就知道了 有衛裝術 所以是暗藏在修車場裡面的菱角田嗎 對 我們都稱它為黑手農夫 黑手菱角 我們一起進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好 所以要找農夫大哥 對 我們要找黑手大哥 手隊 黑手大哥 你好 謝謝安娜 沒有 我車沒辦法 安娜 沒有 詩詩說 我們來看你的臉角 要看臉角嗎 臉角最高興 所以你真的是有在種菱角 有 在菱角是我的興趣 我很出名 真的喔 種在哪兒 種在後面後院嗎 還是 不是 在我們田裡保護庫後面那邊 所以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對 這邊是修車場 修車場在這邊 所以你兩邊跑這樣 對 那那邊是興趣 對 這邊是正值 賺錢了 所以臉角那個是沒有賺錢 不是 那是賺小錢 這邊賺大錢 這樣子而已 講話很實戰 所以我可以去你的臉角田 可以 我要打工 好 還原 打工可以賺一點小錢 那辛苦 我幫你們去 來 好 帶我們去 OK 民師哥 人家歌曲裡面都是說 花著船而彩虹嶺 彩虹嶺 我們沒有船 我們是帶臉盆 對 為什麼 因為 因為這邊的水 原來比較淺 對 所以不用花著船 不用花著船 只要青蛙裝就可以了 對 臉盆就夠了 好 那我要怎麼下去 我帶你 因為根本看不到 看不到 你帶我下去 來 這邊來 這邊有一個排水溝 你看 我下去 我幫你負責來 來 下來 對 詩詩 你有 你有下過嗎 腳要抬高 你小心 好 你也要小心 腳抬高一點 所以在臉角田裡面行走 是不能這樣子水裡 要抬高 怎麼抬高 跨出水面 對 拿一腳 好像金雞獨立一樣 對 這樣才不會影響到你腳豬 因為你給它踩下去的時候 它就跳起來了 不是 那這樣你們光是移動 就很耗體力了 不會 會 但是我們已經習慣了 我們就是一步一步這樣 翻起來 翻起來 有了就踩 有了就踩 有了 再翻 你看 這個就有了 對 翻起來 對 有了 對 對 很飽滿 隨便找一顆 怎麼直接摘嗎 這樣子 摘 這樣摘 用力 出了 這樣 所以 不是 每株都有 所以我要一 要慢慢找 對 一株一株找 摘很簡單 難的是移動 跟不摔跤 對 才是難的地方 我覺得它還有一個難度是說 會忘記翻過哪一個 所以好的水源 早期大樓這邊還有現在 就是都一直有三泉水 對 你看 小小的這個不動 那個不動 這個大顆的 大顆的 好的水質之外 菱角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種植 養殖的秘訣 菱角 大家看 最重要還是水質 因為菱角是水生植物 對 因為你有好的東西 有好的水質 但它那個生長 就比較不會生病 對 對 我手大的菱角 有活手菱角的稱號 它不忍心父親年脈 於是撩下去接手 全面採用活水 不使用農藥 種植不重量 反而提升了菱角的品質 和口碑 但也因為這樣 走在簡大哥的菱角田裡 讓我壓力有點大 生怕這些量已經不多的菱角 被我給踩壞了 我個人覺得 這也是一種移地訓練 對 對 這是一個馬克超把腳抬高的概念 跨了 因為明師哥這個採收 菱角的採收 一定要人力對不對 對 人力 現在就是缺少人力 對 所以才三 四點的時候 來採帶頭燈 對 七 八點的時候 真玩的話 去保養廠那邊賣 第二點還要修車 我個人是覺得你嘴巴在講 手不要停好不好 自己 Cue老闆 覺得太辛苦了 別說 黑手燈是從早忙到晚的甘樂了 我們幾個不太得力的小幫手 轉來轉去 採收的份量也相當有限 不過 夏天採收就可以馬上帶回修車場 吃到現採最鮮的菱角 黑手燈的菱角不用水煮 採用現針 他說這樣更能保住鮮甜 我也變黑手了 因為菱角氧化會有 變黑的狀態 對 所以採一採 我也變黑手 我指甲是黑黑 不過沒關係 有吃到就值得 有價錢 因為菱角本來是紅磷 一煮下去的時候 就變魔術 變黑了 你看 打開了 你看 香味就出來了 好香 清香 好清香 好好聞 這個真的會忍不住多聞幾口 這種 冷的時候開比較好一點 對 熱的時候不好開 對 但是好漂亮 你看上面的光澤跟那個 真的很飽滿 好好吃 好甜 好甜 好鬆軟 而且 那個香氣真的很清爽 很清爽 好像森林的香氣一樣 重點 你的手跟嘴巴都不會甜 尤其是小姐吃得更好 對 這是我們黑手龍湖 菱角一個特色 好吃 謝謝 乾淨的水就養殖好的菱角 它的表面是很滑透 但是裡面是很鬆軟 咪咪桑桑那種感覺 可是外面就是又非常地滑口 就是咪咪桑桑 可是沒有散 就是蒸完之後 它的那個飽滿度還是非常地好 不會說有的那個軟鬆 軟鬆是整個散掉的 就是太 太鬆 可是這個很剛好 好好吃 我可以帶一個嗎 這個太順口了 司詞說除了菱角之外 大寮這邊還有一樣非常紅的農作物 但我真的都市小孩 五穀不適 市之不清 我看不出來 這是什麼作物 是蔬菜類 這是紅豆 是我們大寮沒有化妝的紅豆 紅豆 其實很少人知道 大寮的紅豆也是非常有名的 是不是 而且你們的紅豆不化妝 其他人的紅豆要化妝嗎 這件事情我們就來找我們的農夫 來幫你回答 這位 這是我 王大哥 你好 我是Wendy 妳好 妳好 你們的紅豆不用化妝 什麼意思 我們的紅豆田是沒有施肥 沒有噴農藥的 不需要特別給它加工 對 它自己會去找營養物 會找陽光它自己會長大成熟 這是最 吃得最健康的一個紅豆 然後對我們的環境也會保護 你用太多的肥料 只會破壞我們的土壤 然後吃得也不健康 王大哥 你說就是 你們這邊都用自然農法去做 用自然農法或是用有機 去種植紅豆 會影響它這一顆結出來的產量嗎 基本上 因為它 我們這邊還是有很多昆蟲 就是一般講的一個病蟲害 所以基本上對它還是有傷害 可是你食物鏈能夠完整的話 它會有傷害但是 不會完全把它消滅掉 所以它還是會有一個產量 正常它一顆植物 它本來就是要長這麼高大的 那是因為我們想要多的量產 所以我們用化學肥料 噴農藥 讓它長得更高 更胖 所以你的產量就會更多 但是你可能要犧牲你的健康 因為你的紅豆裡面 可能會有農藥的一個產量 那這樣子一株 紅豆株 它可以生長長出多少個豆甲 像我們自然農法的話 大概會有十幾個豆甲 十幾個 那每一個豆甲大概有 我們剛才這個就有五顆 比較好的大概有七顆到九顆 如果是有噴農藥的話 可能你可以到四十個豆甲 四十 所以是四倍的差異 對 採用自然農法 一方面產量會減少許多 另一方面病蟲害也會比較猖狂 但王大哥追求吃得健康 對於蟲害也一樣堅持透過 生物食物鏈的方式來因應 王大哥 你說 這上面這樣密密麻麻 密密麻麻 細細小小的全部都是蟲嗎 那個是牙蟲 這麼多 這個就是所謂的古形 一般的話 我們慣性農法的話 看到這個古形它一定會 趕快噴藥 趕快噴藥 把它噴死 那我們自然農法 不需要噴農藥 我們這邊有完整的生態 它可以產生完整的食物鏈 它這邊很多牙蟲的時候 自然而然它的天敵就會來了 它的天敵 像這個 這個就是瓢蟲的蛹 幼蟲 你看很多 牠就會來吃這個蟻蟲 但是王大哥你也要很有耐心 就是你看到 有蟻蟲來吃我的紅豆了 然後你要有 就是耐得住性子說 我不處理 我慢慢等 慢慢等瓢蟲出現 我覺得那個心情的 比較交集 對 心情上的交集 你也要耐得住性子說 好 我等 我等瓢蟲出現 我等援軍到來這樣子 沒有 這個就是 這個心法好適合做人做事 因為你現在忍不住 你去做病蟲害的一個防治 你就是在破壞生態 那你明年不會更好 因為你破壞了生態 你明年可能會更差 那你今年即使 那個瓢蟲來得比較晚 我們的農作物受害了 但是它慢慢慢慢 那個食物鏈建立起來以後 明年後年它就會更完整 用長遠的方向來經營 對 所以長遠的來看 還是會比較好的 而不是只看今年的一個收成 我要來幫忙除草 但是在這個 充滿了有機概念 養地概念的紅豆田裡面 根本不知道要從何拔起 因為根本看不出來 誰是雜草 誰該拔 誰不該拔 而且王大哥你不是說 自然農法或者是有機農法的話 有些草就是不要拔嗎 對不對 對 基本上 它有兩個條件 我們才需要拔草 第一 擠壓它的空間 讓紅豆沒有生活的 沒有成長左右 那個成長的一個空間 範圍不夠了 第二 當那個草太高了 擋住太陽 因為擋住太陽 它就沒有辦法光和作用 只有這兩個條件之下 我們才需要拔草 因為草對我們的植物 是最主要的一個養分的來源 而且它還有鬆土的功能 然後也是未來有機質肥料的 一個主要來源 好 所以我只要看到 擠壓空間的就拔掉是不是 對 連除草都很自然 只除必要的草 拔除的草更是直接放在田裡 作為肥料 王大哥順天順地 勢在人為的裡面 收成的也是老天爺給的善果 摘出的大辽紅豆 粒粒飽滿 花生我知道有很多是電腦筋的 沒有想到紅豆也要電腦筋 筋標 人工還要再筋一次 對 不是指電腦選完 人還要這樣挑 電腦沒辦法全部挑到好的 對 它還是會有一些遺漏 那你在包裝的時候 類似像這個 它就外表看起來就會很難看 對 但是它其實還是一樣可以吃 只是賣相不好 所以為了整體出貨的品質 對 還是要再挑一次 雖然人工挑選 費力又傷眼 但這樣的大辽紅豆 不化妝就很美 粒粒飽滿 粒粒光澤 真的是大辽的紅寶石 大辽除了有豐富的農產 可以大辽特辽之外 這裡的職人秘辛 其實也包括了植物 而且這個植物還是 南國風情非常濃郁的 多肉和仙人掌 就在我來到了這個區域 我覺得很好奇 要怎麼樣種出很特別的仙人掌 Aris 嗨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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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你們這邊好像來到一個 有點熱帶叢林的感覺 也都超級茂密的 對 因為我們這裡就是主要主打 就是中南美洲的那一個 多肉植物跟仙人掌為主的 一個農場 所以你這邊其實 以多肉植物為主 而且還特別是以中南美洲的為主 對 氣候上面在高雄種植這些 中南美洲的植物 應該是滿恰當的嗎 還是說也會有一些 天氣上面的差異 其實還是多少會有一些差異 畢竟我們台灣是屬於 熱帶島嶼的氣候 但是中南美洲那邊是屬於 大陸後的熱帶地形 對 所以變成說 這些剛種的時候其實就是 還要適應我們這邊 當地的環境 但是條件上其實基本上已經 有比較接近了 對 你自己是特別喜歡多肉植物 所以開啟了這個領域是不是 對 因為從小就喜歡種 原藝本栽的東西 剛好多肉植物在流行的時候 朋友推坑我 然後就一發不可收拾 從原本的家裡小陽台 到現在這樣子 你剛剛說這是一種 可食用的仙人掌 是 它在墨西哥還有中國的部分地區 是屬於經濟蔬菜 它可以切絲 或者是整片下去煎 然後都可以 有不同的料理方式跟口感 整片下去煎感覺很酷 對 因為它的肉感覺很厚實 對 當然我們會挑比較嫩 嫩一點的來使用 嫩一點的 對 已經比較屬於老葉的部分 出於對植物的熱愛 ARIS在打造這個多肉植物園區時 完全採自然生態種植 不用農藥和老鼠藥 而是以生態自然煉的方式 來培育腹地 環境好到 連附近的野生綠頭鴨 都自動跑到這兒定居 還會有螢火蟲出現 儼然是個小型的世外桃園 這一株其實也非常地巨大 它雖然是多肉 但是不屬於仙人掌 雖然它旁邊有刺 它是屬於多肉植物裡面的龍蛇籃 龍蛇籃我們是滿常聽到的 沒錯 我就是喝酒用 喝酒的那個龍蛇籃 我不是這個意思 對 但它是龍蛇籃的一種 對 它叫白圓劍齒龍蛇籃 它是從南美洲引進來的品種 目前這個尺寸是屬於 青少年時期 它是青少年 它可以長到老年的時候 大概是幾歲 它龍蛇籃一般大概都是80年 所以它長到80歲 然後都會一直不停地在擴大 對 它最大可以到 六 七個人 手牽手圍起來 那不就是神木的概念嗎 差不多 圍神木我們也是 神木界的龍蛇籃這樣子 對 還滿巨大的 那它 只要一開花 樓上只要一開花 它就會死掉 像旁邊有一顆就已經 花梗已經出來了 對 它就是差不多了 花梗出來 那它還會再盛開去 對 它會再從兩側長 側枝出來 就會開黃色的花 那它從長出花梗 到真正開出來 大概會多久的時間 將近兩個月至三個月 所以我看到花梗了 我也還不一定看得到它開花 我要再過了兩 三個月 大概來拜訪你 才有可能看到它開花 對 那它開花開多久 一天 兩天 它的花期一個月 可以開到一個月 對 那好像有機會 我過兩個月再來 好 沒問題 好 有碩大的具氣勢的植物 當然也有小巧的 可愛的多肉 目不暇起的種類 實在不知道從何選起 雖然我常常說旅行要無感旅行 但是我沒有想到來到這裡 除了可以看到 欣賞到很多多肉植物 真的竟然還可以吃到多肉 這些都是小齊的創意 而且小齊這一道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團扇 直接把它拿來入菜做料理對不對 對 它其實在墨西哥的話 就是一種蔬菜 他們當地的話 就是可能皮削一削 他們就直接丟到 燒烤的烤爐上面 就去翻一翻 烤一烤 就當蔬菜吃了 像我們烤青椒那樣 對 就是烤烤的然後就可以吃了這樣 可是你弄得看起來很豐富 不是只烤烤而已 有 就是烤過之後 我們總是得再加一些肉 加一點起司 就讓它更美味這樣 所以這種火烤仙人掌 等於是如果去墨西哥旅行的話 非常普遍的一個家常菜 對 就在那邊 就是他們的經濟蔬菜 來吃吃看 因為我在其他地方是沒有聽過 或是吃過仙人掌 而且還是火烤的 很特別的口感 我覺得它是結合了青椒 秋葵 蘆薈 三種植物 品嘗起來 因為它一吃下去的味道 有點像青椒 但是質地 質地比較像蘆薈 然後裡面流出來的汁液 跟膠原蛋白 就是感覺比較像秋葵 秋葵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小崎料理得很好 因為它其實吃起來 不會有什麼菜味 但因為你加了起司 火烤的這些肉品 又有很多的肉汁淋在上面 所以我覺得吃進去 是有一種香Q 一種BBQ的那種爽口度 不會就是 接受度不會太難接受 對 其實是很好吃的 然後口感上面 我真的覺得喜歡吃秋葵的人 是會喜歡的 對 好吃 除了直接烤 小崎也把團扇拿來加進 墨西哥沙沙醬中 爽口又帶點新香 脆度中又帶點膠質 跟外面的沙沙醬 真的完全不一樣 單純當沾醬 或是放進湯頭裡 做成仙人掌火鍋 都好令人驚豔 除了入菜之外 多肉也可以當甜點 這兩個大家看得出來 哪一個是真的多肉 哪一個是仿茂的多肉甜點嗎 我覺得很難分辨 這個甜品 正確答案是它 但是它中間 是裝飾用的多肉吧 沒有 它是真的可以吃 它是用白巧克力做的 整個都是 所以這個也是巧克力 對 它是巧克力做的 一片一片做成的這樣 對 它用模子去做的 就是做成像多肉的形狀 這個根本就捨不得吃 因為放在這邊看 就覺得很療癒 完全捨不得吃 像一個恆災一樣 是 我可以種它 因為 會壞掉不行 還是把它吃掉好了 然後除了甜品之外 飲品也可以加入仙人掌 或是多肉的元素 其實在澎湖滿常喝到 這一款的仙人掌飲品 就紅紅的 可能大家都會比較熟悉 但是我面前另外這一個 叫做龍樂的 好像比較少見 比較少聽不到 龍樂的話其實它 換一個俗名 你可能就有聽過 它的俗名叫做石蓮花 石蓮花 我想說龍樂我也聽過 甄嬛傳裡面也有 不是每個 不是龍樂公主 一樣是很美的名稱這樣 就是把石蓮花的名稱 美化成龍樂這樣 因為這個飲料 是我小時候就是有喝過一個 叫做石蓮多多 石蓮花多多 它就是小小一罐 整罐都是綠色的 但是我非常地喜歡 然後到現在就是 我們創業有這個機會 我想說好像可以把 就是科爾比斯結合在一起 就是複刻一下 我小時候喝過的味道這樣 我覺得這樣很不錯 把料理裡面 融入一點自己的回憶 我們喝喝看你兒時的回憶 很不錯 很不錯 真的也喝不太出來 石蓮花的草味 沒有什麼青草的味道 然後 科爾比斯的濃郁度 會稍微被淡化一些些 因為會有一點點 植物的香氣去綜合它 所以也沒有像科爾比斯 一般我們喝到的那麼甜蜜 對 沒錯 會比較清爽一些 然後顏色又美 又讓人覺得好像 自身大自然的感覺 所以這個 仙人掌料理 兜肉料理真的是 有很多值得品味 除了趣味之外 它其實在食物的應用上面 或是料理的應用上面 會增添一些不一樣的味道 好吃又有趣這樣 對 那我開動了 好 開動吧 一起開動吧 對 這年頭 這時局 我相信大家都很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如何賺爆 沒錯 這個問題我個人也非常地想要知道 所以今天我安排了一趟 銀行之旅 要讓大家知道如何一同賺爆 看起來一點都不像銀行對不對 琳娜哥 嗨 琳妮妳好 我來了 嗨 哈囉 哈囉 這是我手勢勢的 沒關係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明明我說要來銀行 怎麼來到一個 好像很多新鮮水產 然後跟銀行格局 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你們這邊的銀行 是很獨特的銀行 對 因為我們這邊是海味銀行 講到海味 其實我覺得很多 非美的海鮮也是寶藏 所以就是一個銀行的概念 是 對 因為我們這些都是一些 一些進口的火體 有一些 我們都是一些線流的生魚店 都是讓客人可以 吃到最新鮮的火體跟海鮮 但我滿好奇的 因為其實大寮這個地方 它不靠海 也不領港 是 甚至也沒有什麼養殖漁業 你們在大寮這個地方 經營水產業 然後海味銀行 你們的海鮮 它的來源 或是食材的新鮮度 要怎麼維持 這應該有一些秘訣 像我們這一些都是 進口 風運來的 有的是直接在船上 港口直接線到的 這種是坐飛機 對 這邊都是坐飛機 像這種是日本的令和怪物 令和怪物 我只有聽過 左左目西職棒界的令和怪物 所以海產界也有令和怪物 是不是 對 這個都是有認證的 很大顆 我可以拿嗎 對 這個如果以小 這跟我手掌幾乎是一樣大 對 我手掌八分之七了 我的天 除了大之外 這個生蠔的肉質很細緻對不對 對 然後很甜 海味的很多 真的是吃起來就是 真的會有一個牛奶味這樣 那你們這邊還有一些什麼樣 像這個秋冬大家就真的 非常地喜歡吃螃蟹或是海鮮 是 你覺得這個季節 你們這裡比較獨特的水產 是什麼呢 像我們比較獨特的像這個黃金蟹 它的肉質可能就是我吃過螃蟹肉 最好吃的 就是以這種體態的 因為它的肉質有獨特的一個香味 對 因為它滿兇的 對 滿兇的 越兇的話 活躍率最好 越好吃 越好吃 真的假的 你要只要一抓起來 就用腳要夾你 謝謝 謝謝 林大哥 我覺得你們這邊很用心 就是你們還 竟然設置了一個養殖池 其實在很多的水產店家 或是水產餐廳 這麼大的養殖池 比較少見 對 因為這個成本 比較耗費比較多 而且我們的海水 都是用蒸的海水進來灌的 而且它的溫度是6度而已 為什麼要維持在6度 因為它們的水產蟹 它們的緯度就是在活的環境 就是在低溫 對 所以它們的肉質 會比較好 它現在裡面住了誰 就是水產蟹而已 水產蟹還有日本的松葉蟹 松葉蟹也住裡面 對 就為了要讓它們有好的環境 保持新鮮度 特別打造了這樣子的海水環境 然後溫度也要維持 對 因為它們活得健康的話 而且水質又乾淨 客人吃起來的話 還是會比較放心 也比較健康 我看到它們了 超大隻的 像我們水產蟹的話 大部分都是進比較大的規格 大的規格是指幾斤以上 或者是尺寸到多大 你們會叫大的規格 三斤以上 三斤 兩 三斤以上 一隻螃蟹兩 三斤 這太小的話可能比較大 它好大 我 我對水產真的就是 好大隻喔 我的天啊 對 天啊 它不會咬人 因為它也沒有綁 它真的 但是它抓的時候會有刺 你看它的腿 超級有力 對 而且這個超有肉 對 就是因為它的腿非常地粗 腳非常地粗 所以這一看就覺得肉一定份多 對 它的鍋都很飽滿 我覺得你們這樣真的很用心 因為其實一般我們在台灣吃雪場蟹的話 都是吃冷凍進口的雪場蟹蟹餃而已 就很少很少是可以吃得到這樣子 或是看得到這樣一整隻 因為不太會有人說 特別去打造一個環境養殖 讓它生活 對 對 很珍貴 對 那這一籃是什麼 這一籃為什麼要特別把它們 放在這個籃子裡面 這一籃的話就是一些比較兇的 它會去霸凌其他的一些螃蟹 對 所以要另外把它隔離起來 所以這是一個關禁閉的禁閉室 對 對 就要關起來這樣子 本身就是你 如果那個表現不優的話 就進禁閉室 禁閉室禁閉幾天 有時候它也會跳出去 真的假的 它會跳出去跟學長先打架 但林大哥你剛剛說 如果就是比較兇的 活動力比較好 比較好吃 所以他們雖然關禁閉 他們品性素形不良 但是他們本身的資質是很好的 對 資質是很好 他們肉質一定是比其他的好吃 他們是好吃的 對 他們只是行為表現 人品比較不好 蟹品 對 蟹品稍微差一點 但是他們的肉品是很好的 對 了解了 對 所以如果內行人我來挑的時候 我可以特別說 我要進帝室裡面的螃蟹 對 學起來 這種的最好的 好 除了精心打造的養殖池 現撈活體水產之外 這間水產店也具備一站夠足的特色 生魚片 極凍海鮮 火鍋食材 湯底醬料 一應俱全 方便度百分百 而且他們家的握壽司 也有很多叫好叫做的選擇 在海味銀行裡面 我真的看到很多的職人精神 包括養殖 照料 還有食材的料理也很有職人精神 我要來做壽司 可是我手上握的是軟殼蟹 師傅要教我做軟殼蟹壽司 是 這軟殼蟹看起來好肥美 對 因為那個 大了之後的油溫要很注意 要注意油溫它就會這樣胖胖膨膨 還要脆脆的這樣 還要脆脆的 軟殼蟹壽司我在外面 好像比較少吃到一點點 你們這邊其實除了一些 大家常吃到的生魚片 或者是說一些臥壽司 還會有很多隱藏版的 我們這邊有一個 比較少的隱藏版的壽司 就是那個 那個軟殼蟹的壽司 軟殼蟹的壽司 很高檔 對 我可以品嘗嗎 等一下如果包得好的話 就可以讓妳吃 包得好的話 好 我會努力包的 好 那要怎麼 整隻包進去 一開始這個要先對切 先對切 先拿一支對切這樣 我想說這麼大一支 要怎麼包進去 對切 對 其實很多 主婦在家就是 做小朋友便當的時候 都會做壽司 但我必須承認 我從來沒做過壽司 這是我的初體驗 好 好 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這樣可以嗎 壽司出體驗 好像 還 還過關嗎 可以 可以 等一下有 有好吃的壽司可以吃了 太好了 所以我可以吃掉軟殼蟹壽司 又可以吃到鵝乾醬壽司 沒錯 謝謝師傅 謝謝師傅 我覺得我今天非常有口福 因為有一整桌非常新鮮的 海鮮料理 但我覺得林大哥 你今天也非常有口福 因為你吃到的 是我人生第一份壽司 好 好 謝謝 來 我幫你夾一塊 你想要吃 這個有餃的比較好吃 真的 我內好 比較喜歡這個 好 來 豆子 你嚐嚐看 看你覺得我 做出來的手藝如何 好 你專業的 不錯 這炒得比較富貴 對 它飯的飽滿度不錯 飯的飽滿度不錯 你有吃出來我握的時候 有加感情在裡面嗎 有一點力照在裡面 對 我吃吃看 我此生吃過最好吃的壽司 就是這個 這是自己做的 軟殼蟹非常地酥脆 包在壽司裡面真的 飯這樣鬆鬆軟軟的 忽然來一個酥脆的 口感就很有層次 真的是我此生吃過最好吃的壽司 這個是我的獎品 是 這個是鵝肝 鍋壽司 我們是用法國的 100%的鵝肝下去做的 世界三大蒸熟 就是歐洲他們號稱的 世界三大蒸熟就是鵝肝 可是我真的還沒有吃過鵝肝 是在副飯上面的 看看搭不搭 怎麼辦 怎麼辦 我要把我剛剛說 我此生吃過最好吃的壽司 是我自己做的那句話說回來 好好吃 它非常非常地綿密 但是又很柔滑 很像絲綢 一點都不油膩 非常爽口 然後搭配醋飯其實是有搭的 因為它整個香氣是很夠的 對 很充足 你們有稍微炙燒過一點點 就一點點 因為像外面的話 他們都是用25%至50%的鵝肝 像我們這個是100% 外面很少 對 我們就是敢給客人吃 因為它這個100% 然後炙燒一點點 就真的一點腥味都沒有 很濃郁 可是又入口即化 就很滑順很滑順 香濃十足 品嘗完壽司 當然不能錯過 令和怪物活生生上桌 因為新鮮 只要簡單擠上一點荊棘汁 就是最貼切的吃法 有鮮味嗎 很鮮甜 而且說不出話來 是因為它裡面的汁 太肥了 它會爆 它整個爆漿 然後肉也是相當相當地紮實 可是又軟嫩滑順 Q彈 真的有一點牛奶味 真的 真的 嚼到後面的時候會有一點點 香香淡淡的牛奶味烤出來 它真的是不會輸那些 美國的一些大生蠔 而且一般就是生蠔 人家就是說像牡蠣生蠔 就是如果小顆的話 肉質比較細 大顆的話是飽滿肥美 但是肉質沒那麼細 可是我覺得它是兩者都堅固了 對 因為它是在中間那個尺寸 對 就它還是很細緻 你會覺得好像 沒有一點皺紋 就是很平滑平順 可是又還是有那個細緻跟飽滿 中隔出來的層次感 對 超級好吃 好滿足 真的是很幸福 而且人家說吃海鮮 好像秋冬的時候吃特別鮮美 其實我覺得不只是秋冬 就是聚餐開心的時候 像歲末年中有什麼聖誕節 跨年 真的都是很適合 對 像我們現在就是要過年 那我們就首先推出我們的連菜 對 我們連菜是目前就是有七道菜 可以讓你們選擇這樣子 從生魚片 這一整盤也是嗎 對 這麼味 有生魚片還有福氣沙拉 兩個可以二選一 然後肉 魚 還有海鮮湯 對 還有很大隻的豬腳 真的非常適合 就是懶得料理年菜的朋友 對 我們都是一切會幫你用到 那我要先品嘗哪一個 你比較推薦哪一個 我們比較推薦那個 清蒸龍虎斑 清蒸龍虎斑 對 因為龍虎斑有很多膠原蛋白 對 它交集很多 阿貝比較Q彈 就是在吃膠原蛋白 對 龍虎斑的膠原蛋白 真的是吃下去瞬間就有感 瞬間就覺得 怎麼會 那種黏稠黏稠的感覺 對 滿足度會很高 突然飆升 就會覺得 吃盡了青春魚美貌 對 肉的咬尖也不錯 肉很好吃 吃了年年有餘 也要來點紅韻當頭 避風糖炒紅蟳 是用師傅特別調製的 甘草粉沾裹後油炸 有香料的點綴 也把鮮味和香味 都鎖在蟹肉裡 會比較脆一點 很脆 可是裡面的肉也很紮實 因為你們挑的紅蟳 它本身肉很多 對 所以咬下去之後 雖然外面是非常酥脆的 但是因為裡面的肉是厚的 很厚實 所以是脆 彈起來的那種感覺 對 而且我覺得加了一些 就是甘草香料 會讓那個原本比較 重口味的感覺 對 它比較香 對 稍微地變爽口 而且是最好是配我們的 這些配料 去合著一起吃的話 有 它有分布在表面 我覺得它就是 避風糖該有的那個 辛香料的感覺 那種爽口感也有了 然後但又清爽一些些 對 好吃 這個是配韭菜 對 好 東西就要跟大家 一起分享 跟好朋友分享 所以其實我覺得不只是年菜 或者是說平常想要 一站夠足一些平價海鮮的話 真的來找林大哥就對了 那我們一起開動吧 好 謝謝